2024台灣美食展 咸學好滋味 請用簡 手持精簡簡下面線斷帶 總統賴清德親自出席 2024台灣美食展開幕典禮 特別向國際友人介紹在地美味 希望用美食行銷台灣 尤其全台料理和景點各具特色 適合用吃來帶動觀光發展 我宴請國內外貴賓的美食 國宴食材跟料理 就是22個縣市的食材料理 讓國內外的貴賓知道 每一個縣市的美食到底是什麼 也進一步的呈現台灣的美食文化 過去當過台南市長的賴清德 特別介紹台南牛肉湯的好滋味 邀請大家有機會要去嚐鮮 台南市政府這次也帶來知名小吃 果乾零食等一起參展 還有米其林餐廳主廚 分享私房創意料理 七股燈塔下的三百肥 然後有德國神農獎的豬肉 然後有香菇 有花生 有鹹蛋黃 還有紅蔥醬 然後全部台南的肉漲精華就在這裡 台南在米其林的入選跟必比登方面 總共有63家 如果一天早午晚餐都吃米其林概念的這個美食 你要吃21天 不管是生鮮的果品或是農產農特產加工品果乾 或者是這個料理美食料理 通通都在台南 台南食材豐富又有歷史悠久的飲食文化底蘊 堪稱是美食之都 市長黃偉哲經常率團到日本東京 新加坡和韓國首爾等國家城市宣傳 希望藉由美食打響國際知名度 這次北上參加美食展 要讓北部民眾更認識台南特色美食 增加旅遊商機 記者邱順明 台北報導